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部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65集 先给自己的人生做个小记录 今天是2023年的6月28号 刚刚大概一个小时以前 我做的快筛 确定我已经确诊了 应该是我头一次确诊 先前的话都没有验出来 这一次目前是阳性状态中 所以就给大家 就做个小记录了 这几款玩具是我的好朋友 齐辉兄 他自己涂装过的 变形金刚的一个武器组的玩具 跟先前的这个金刚王的这个枪 是属于同一个系列的 当然这几个玩具 我节目录完之后 我会消毒之后再寄回去还给他 那么关于电影已经播完 然后很多朋友 针对说电影里头有个标题 叫做万兽崛起 或者是叫超能勇士崛起 但是电影却对于 这一些Beaster War里头的人物 捉摸的太少了 然后一直的追着这一点去打 好吧 我是觉得 我是没有那么在乎 万兽崛起 或是超能勇士崛起 这几个字 我只觉得整部电影 通篇看起来很舒服 也就够了 那这个玩具的话 倒是还真的做到了万兽崛起 推出了很多的动物变成武器 你看吧 电影做不到 玩具就补给你吧 那我们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小分享 这个应该是狼还是狐狼 然后它的话 可以看到说有毛发跟机械 也是属于基础变体一样的感觉 那它的变形的话 是变形成一把电锯 从这个地方推一下 然后把它转出来 然后手的话是翻过去 那肚子这个地方有一个握柄 握柄要先翻出来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一把电锯 电锯 没有配音吧 跟跟跟跟跟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武器的话 我们就拿一个 这个不是deluxe 就是一个可以持武器的 官方的玩具 OK电锯 整个 这个打起来蛮好看的 当然是一头犀牛 犀牛的话 这个要收进去 细节呈现 还是可以 但是玩具本身的塑胶感还是很重的 那么它的变形的话 我记得是从后面 屁股 这里把它给摆开来 摆开之后 两侧对折进去 有一个凸跟到的结合 然后这个凸 翻出来 那么这个 我记得这个脚 是要翻这样子 翻到侧边去 翻到侧边 这个变形 这样步骤算多吗 就变成了一把 这个加特林吧 这个滚筒式的一个机枪 看上去 还蛮符合犀牛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还不赖 当然这个涂过金属之后 整个感觉质感是大大的提升 OK这样子 就一个武器 然后呢 是一个 这是花爆了 花爆的话 就比较细长的身形 那它变形是变成一把刀 从这个地方推上去 把整个头给挂进来 但是呢 它的这个 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 花爆 它这个 我的感觉吧 我的感觉是它的握柄 握柄在这里 那你握柄在这里 你握刀不就变成这样子吗 不是 不是就变成反握了吗 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 对不对 应该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凸转到下面 好像没有 OK变成是一个反握的刀 是不是 好吧 那就这样吧 那最后的话 听说这个鳄鱼当时很抢手 是不是 鳄鱼 这个嘴巴 你可以伪装 对不对 是展开 是上额可以打开 这个的话 甚至以这个动物形态来说 这个是多了一个 很妙的一个可动性 那么它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 一样都是从这个地方翻出去 你折进来 然后把这个手脚 给收进去就可以了 就变成了一个 鳄鱼的一个炮 造型也还可以 OK 那么今天的话 就把这几个小玩具 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台湾的SS102号 明天6月29号 在台南的南宝梦时代 是首卖 明天早上我应该会过去一趟 希望这个节目上传的时候 是在6月29开卖之前 我会去走一趟 去抢个手发来买一下 当然很多网路上 已经有开箱影片了 那今天的话 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